蜜蜂和蝴蝶 春天来了, 大地到处都开满了鲜花, 太阳暖暖地晒着大地, 小蜜蜂们在花丛中忙碌着, 一只蝴蝶穿着美丽的衣服飞了过来。 小蜜蜂,今天的天气多好啊! 我们一起唱个歌! 跳个舞吧! 蝴蝶说道, 对不起,蝴蝶姑娘, 我们正忙着采花蜜呢。 不然的话,冬天来临就会挨饿的。 蜜蜂说, 夏天到来的时候, 荷花开放了, 小蜜蜂们在忙着采花蜜。 蝴蝶姑娘除了唱歌、跳舞, 什么活也不干。 转眼, 转眼,秋天到了。 桂花、菊花都开放了 小蜜蜂们仍忙着采花蜜 可是蝴蝶仍在天天唱歌、跳舞 小蜜蜂,休息一会儿吧 咱们一起唱歌、跳舞多好啊 蝴蝶说 不 蜜蜂说 冬天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要为冬天多准备些蜂蜜 蝴蝶只好飞到别处 找别人唱歌、跳舞去了 冬天来临的时候 外面飘起了雪花 小蜜蜂们在家里吃着又香又甜的蜂蜜 而蝴蝶 则因为找不到食物 饿死了 你会把冬天说 咱们唱一下 后面飘起了 咱们没有家里散开 王子 今为咱们要不喜欢 人聪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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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